今天还有基隆的信义区的一个焚化炉 说停车场崩落 有七八台的垃圾车也跟着滑落 到底情况又是如何 连线给记者徐陈轩 陈轩 好 直播 山徒儿的风雨惊人 而基隆昨天也下起了大雨 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 而从画面中您可以看到 基隆信义区的一处焚化场 它的停车场不敌暴雨冲刷 在今天早上居然发生了土石流 导致停车场当场崩落 而现场的垃圾车也跟着滑落 呈现倒头灾 而一旁的铁皮公僚也跟着塌陷 画面相当的惊人 提醒民众 虽然山徒儿已经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 不过天气仍然不稳定 尤其基隆属于降雨热区 民众出门时务必多加留意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主播